大家好久不见 我是最近非常心累的胖胖罗儿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又长了丢丢肉 那么今天就来还原一下 伟公家动画第一集当中的除夕乔麦面 在正式开始制作除夕乔麦面的前一天 我们先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把几片昆布放进一个消过毒的罐罐里 再倒入凉白开或者纯净水 水位几乎一罐口持平 等昆布泡软后就会滑下去 将罐罐密封煮 并放到冰箱冷藏过夜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一款简单的酱油汤底 首先往一口小汤锅中 倒入不少味磷 也就是日式料酒 为了去除酒味 要开中火 加热到味磷沸腾冒泡 之后再转成小火 让味磷保持在冒小泡的状态 往小汤锅中加入粗粒砂糖 或者冰糖 继续加热到糖块融化 接着往味磷中倒入一些薄盐酱油 顺着锅边加入 用小火煮汤 小心不要煮焦 动画里说呢 要用小火一直加热到汤底的表面 出现一层白沫 但我怎么煮也煮不出白沫 于是就直接煮了五分钟后 再将汤底倒出晾凉 用保鲜膜封好表面 也放入冰箱冷藏过夜 第二天就可以正式开始做除稀 草麦面了 先开小火 加热一锅清水 拿出已经用冷水泡了一夜的昆布 这时候泡着昆布的水 已经呈现出有点粘液的状态 我们把昆布放到小汤锅里 用小火加热 慢慢煮 在水温接近沸腾 但还没有沸腾的时候 就可以把锅里的昆布捞出来了 接下来 做做的王清汤中 撒入一些柴鱼片 不要问我具体的用量了 今天所有的用量 我都不知道 瞎蒙着弄吧 老天会疼爱我们的 盖上锅盖 用小火焖煮30到40分钟 煮汤的同时 我们就来做一些其他工作 先切一丢葱花 另烧一锅清水 搓一丢手泥而进去 再倒入一丢丢食用油 等水开之后 就往汤锅中放入清洗干净的小油菜 动画里是小松菜 然而我并不知道辣是什么玩意儿 汤烫三分钟后 把煮好的小松菜放到冷水中浸泡 防止继续加热 再切成小段 要放置在荞麦面上的日式鱼糕 也要切成宽8毫米左右的厚片 拿出前一天就做好的酱油汤底 在玻璃碗上架一个滤网 再铺上一层细纱布 把煮好的昆布柴鱼糕汤 通过纱布和滤网 倒入到酱油汤底中 混合均匀 今天的煮卷终于要登场了 将荞麦面丢进废水中 煮三分钟左右捞出 并放到冷水中浸泡冲洗 降温待用 那么 在炸甜妇罗大虾之前 不如先吃个橘子休息一下 炸大虾 自然要先剥去虾壳 只留下虾尾的部分 用锋利的刀给虾开背 并去除虾线 在虾腹上 横着浅浅切几刀 切断虾筋 就可以让弯虾变直 再将虾尾的尖角去掉 在虾身上 倒上一把手泥 还有淀粉和料酒 用手不停地搓起 确保每一条虾肉上 都裹上了糊糊 再用流水冲洗干净 可以去除虾肉的腥味和杂质 在烹饪之前 用厨房纸巾 蘸干虾肉的水分 待用 在搅拌碗中 打入一颗蛋蛋 再倒入一些冰水 搅和搅和 调匀之后 将一些不知道多少分量的低筋面粉 筛入盆中 滑一字 搅和均匀 把油温烧热至180度 先用蛋抽 甩一些面糊到油锅里 炸熟 之后捞出待用 现在 把处理干净的虾肉 粘上一层过了筛的干面粉 轻轻拍掉多余的粉粉 再捏住虾尾 放到甜妇罗面糊里 裹上一层糊糊 注意虾尾不需要裹面糊 为了炸得更好看 我又裹了一层 之前炸好的面糊小啾啾 马上 把大虾丢到180度的油温里 让它反复接受着生活的折磨 直到变成黄脸婆 将炸好的甜妇罗 转移到网架上 滤掉多余的油分后 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一碗 除夕夜吃的 荞麦面组装起来了 日本的除夕夜 和我们的不一样 他们将12月31日 视为去旧迎新的除夕 这碗荞麦面 就是那天晚上要吃的食物 不过咱们的除夕也要到了 还原一下这个作品 偷偷懒 咳咳不是硬硬井 那么今天的荞麦面还原 就圆满成功了 荞麦面吃起来清爽 比起普通的面条更容易咬断 也没那么有嚼劲 汤头的味道微咸微甜 也是清淡挂的 至于甜妇罗炸虾 那还用说吗 外壳酥脆 虾肉鲜嫩 富有弹性 只吃两个 当然不够啦 那么 给大家拜个早年 不要忘记三连关注我哟 掰了个拜拜